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我们所穿的服装来自于哪里呢 大家可能会说来自于商场 来自于商卖店 来自于很多很多别人的馈赠 但是它究竟的源头在哪里呢 其实它是来自于工厂 是事先已经事先做好的 预先已经在工厂里面 一批一批一件一件已经完成好的服装 所以这个诚意的概念 和我们原来所说的服装的概念 有一定的区别 也就是说 成衣是服装里面的一类 指的是事先预先做好的服装 这就叫做成衣 成衣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因为它是在工厂里面 在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 通过一道道的工序 生产而成的服装 所以它有几个很关键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因为它是在工厂里生产出来 在商场里面销售 需要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需要满足各种各样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各个人群的需求 所以首先它是一个系列化的尺寸 成衣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成衣因为是在工厂里面制作出来的 所以在工厂制作的流程当中 它是一个款式 总是要生产一个批量 所以在一个批量当中 款式是一定的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征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 因为成衣是销售给 千千万万的消费者的 那我们消费者肯定希望 我能够购买到 价廉 物美 和身的服装 所以它的第三个特征 我们的工厂就需要 想方设法地 使我们的制作流程 更为简单 更为合理 更有效率 从而能够生产出来 怎么样 更合理的价格 更优美的这个款式 更精良的质量的服装产品 这个成衣产品 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成衣这几个关键特征 它是系列化的尺寸 可以满足不同的消费者 第二个 它在生产的过程中 一个款式是批量化生产的 第三个成衣的关键特征呢 就是它是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 有效率的制作程序 制作流程生产出来的 这是我们成衣生产的 三个最关键的基本特征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得到 成衣就是指的是 我们在工厂里面 通过工业化的生产 通过一道一道的工序 批量生产出来的服装产品 预先所生产出来的服装产品 这就是我们成衣的概念 那么其实说到成衣 有资料记载 最早的成衣是来自于呢 在19世纪初销售给海员的服装 在当时呢 这些海员因为都是一些 成年的强壮的男子 他们并不会自己去缝制服装 所以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 通过出海回来的时候呢 他们原来的衣服已经旧了 坏了 不能穿着了 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精明的商人 发现了商机 那么他们呢 就事先在自己的家庭桌房里面 生产好了一批一批海员服 就是成衣最早的雏形 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 我们的工业化的发展 工业革命的开始 那么成衣这个生产 就进入了一个工业生产的阶段 在二月四季四十年代的时候 有科学家发明出来了 电动的缝纫机 电动的裁剪设备 自动化的缝制 整套设备 那么成衣的生产呢 就成为了分工化的生产 每一个在成衣生产工厂里的工人呢 分别去从事不同的成衣生产工序 有的人负责裁剪服装 有的人负责缝制服装 而有人负责熨烫服装 那么这个就是形成了 我们在二十世纪初 随着工业的发展 形成了我们成衣产业的最初的起源 那么随着我们时代的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我们的信息化 自动化产业的发展 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呢 又促进了我们的成衣产业 向着更高的阶段进行 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服装厂里面 有一些什么先进的机器呢 比方说服装的CD 服装的CM 那么这些信息化和服装制作的结合 使我们成衣的生产呢 更为有效 更为先进 同时呢 有很多智能化的服装设备呢 被发明出来 比方说自动的上锈机 原先在我们传统的生产模式下面 服装工人要生产一个 非常饱满的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西服的袖子 它需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非常的缓慢 才能生产出来一个 合乎质量要求的袖子 那么当着我们的自动上锈机 被发明出来之后呢 非常的先进 自动上锈机 可能可以自动的控制 袖子的每一处的 它的饱满的程度 它的吃饰的程度 从而呢 使袖子的生产 可以非常快捷的 而又很保证质量的来完成 所以我们现代化的成衣的生产呢 是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们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们的这个机械技术的发展呢 成衣的产业也向前迈了一大步 成衣的生产 我们知道 是和我们的这个产业的 我们的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 设备的发展 各方面是分不开来的 那么成衣的生产 它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 在我们的一个成衣产品 从最初的设计师 在它的一个理念阶段 有一个成衣的理念 到我们最后的这个成衣产品 一件件做出来 销售上市 在这个过程中 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那么现在 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成衣从设计 到上市的整个流程 这样子我们就能知道 成衣它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首先在我们进行正式的成衣生产之前 首先是一个商品规划的阶段 设计师企业通过对市场的调研 了解在市场上面 我们的消费者 他喜欢什么样的服装 他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他喜欢什么样的服装材料 那么通过市场调研呢 可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另外一个方面 每一年呢 我们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呢 每一年我们的各大的时装秀场 专业的时装预测的这个 设计师们会发布 一场一场的时装的这个 色彩的预测发布会 时装的发布会 那么这个国际流行的趋势 是可以引导我们企业的设计师 来帮助我们生产的产品 更能够走在流行的阶段 那么结合了消费者的市场调研 结合了国际的一个流行的动态 我们的企业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 很完整有效的一个商品企划 这是我们成衣生产的 第一个过程 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衣 在脑海里的一个灵感源的过程 那么第二步过程 就是成衣设计过程 这个过程呢 就相当于是 把灵感 从脑海中的灵感 变为呢 纸面上的服装 一件件服装款式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首先 根据前面我们说过的 成衣的商品企划 结合了国际的流行趋势 结合了消费者的喜好调研 那么设计师 结合这些资讯 提出一个 这一季 我们的成衣产品的一个设计理念 并且呢 结合相关的资讯 决定 我这季成衣产品 我要包括多少个款式 包括多少款面料 要包括多少个颜色 色彩 构成了我这一季 我这个成衣企业 需要向市场推出来的 一系列的成衣化产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当设计师 已经确定了他的设计理念之后 具体的 就要开始来进行下一个步骤的工作 也就是把设计的理念 有确定的面料 确定的设计 色彩 确定的设计理念 转换成一件一件的 具象的服装款式 那么设计师在这个时候 就确定了 我整一季商品的 每一个款式的款式结构 款式图 当款式图确定之后 这个时候 我们的技术的样板师 就要开始发挥他的作用了 他的最主要作用呢 就是把设计师 在纸边上的 非常漂亮的 一件件的设计图稿 转化成呢 可以制作出服装的 一块一块的服装样板 因为我们的服装产品 有袖子 有领子 有大身 有很多的不同的部件构成 这一些部件呢 就是样板的形状 所以呢 样板是在这个环节 就是把设计的理念 从图纸上 转换到了 纸面上 变成了可以进行 成衣生产的服装样板 在这个环节 还有下面一道工序 也就是说样衣工 他还负责样板 转换成呢 一件一件 缝制出来的样衣 这个阶段 就是产品的成衣设计阶段 那么企业的商品 企划人员 企业的设计人员 销售人员 会在一起 共同召开一个会议 来审视 这一件件的商品 这一件件的样衣 是否是符合 国际的流行趋势 在这个从最初的 商品企划的理念 转换到这个成衣的 样衣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偏差 另外一个方面 通过样衣的一个制作 我可以来看 我这个样衣 是不是符合 我目标消费群的需求 它的款型 它的版型 它对体型的适合度 是不是OK 所以在这个阶段 经过了样衣的审核之后 那么确定 能够生产出来 商品的这些服装款式 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 我们成衣生产流程的第三大阶段 第三大阶段 是什么阶段呢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好了 款式 具体的款式 那么其实就是 我们要开始进行 生产规划的阶段了 款式已经确定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生产 那么在正式生产之前 企业需要完成它的一个商品规划的一个阶段 需要去做一些商品计划 比方说 我需要规划 我这个产品 它需要生产多少生产数量 根据我的目标消费群 根据我的市场容量 来决定我这一批成衣商品的一个生产数量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我根据我在设计阶段所确定的 面料 样板 我可以来确定 我这个成衣产品 它大概成本是多少 那么针对我的市场的目标消费群 它的价格定位 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带 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在生产规划环节呢 要确定它的价格定位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要把这个 生产的成衣的样衣 从一件的样衣 再转化成批量化的成衣 所以呢 它要选择合适的加工厂 合适的流水线 合适的生产人员 来进行产品的生产 所有一个生产计划的阶段 这个是我们成衣生产的第三大阶段 那么经过了这第三大阶段之后呢 我们这些成衣终于从理念 到了真正的工厂 工厂要开始实施的阶段 在工厂实施的环节当中 第一个很关键的环节 就是生产准备阶段 我们已经确定了款式 我们已经确定了成衣的批量 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进行正式的生产了 那么在正式生产之前 我们要为生产的后续阶段 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 在这个准备工作当中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首先我需要去做一个用料的预算 我需要去规划一下 预算一下 我这一批成衣产品需要用到多少面料 多少辅料 多少扭扣 多少拉链 我一件成衣产品 其实会包括非常多不同的原材料 这也就是成衣产业 它的复杂之处 这也是它的精妙之处 那么我们要去计算 我们的用料 成衣的用料 它包括了很多原材料 去进行一个计算和规划 完成一个成衣用料预算的工作 那么第二个阶段 当我们已经预算好了 我需要多少原材料 这个时候企业的采购人员 就要从各地的面辅料的供应商处 去采购来合适的面辅料 当面辅料进入我企业的工厂 我们要确定 从供应商处采购来的面辅料 是否能够符合我这个产品的定位的质量要求 因此在企业的成衣工厂中的这个环节 还有一个环节 就是要有一个验步和检验的阶段 我们从供应商处采购过来的面料 要经过我检验车间 在验步台上一块一块的面料 进行一块一块的检验 要确定我们的面料是没有色差的 要确定我的面料上面没有湿点 要确定呢 我的面料是符合质量规格要求的 所以在成衣生产的准备阶段 我们为了保证最后成衣的产品质量 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是能够让消费者满意的 因此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我们确保质量的环节 就是验步 那么当验完步之后 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什么呢 预说 像我们有一些面料 比方说毛料 棉料等等一些天然显微的面料 当它下水之后 我们在生产的服装产品 在平时的穿着过程中 总是要洗的 那么洗就意味着要下水 那么我们的天然显微 非常容易地在下水的时候缩水 因此呢 为了保证我们产品的质量 送到消费者手中 是合乎质量要求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预说工艺 当完成了这一系列的 生产准备之后 我们才开始进行正式的生产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裁剪 裁剪呢 包括了很多具体的技术环节 在我们今后的课程中呢 会给大家一一介绍 那么当裁剪完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一个缝制的环节 把我们一片一片的服装的柴片 缝制成一件一件精美的服装 这是缝制工程 里面呢 也包括了非常多的技术要点 这个也在今后的课程会继续介绍 当完成了缝制之后 我们要把一件件缝制好的服装 进行整趟 进行包装 当包装完之后 送到消费者手上 就是一件件精美的商品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成一 从最初的理念规划 到我们产品 送到消费者手中 一个整个流程的一个过程 就是成一的生产过程 经过刚才的介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广大消费者所穿造的服装 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工厂 工业化的批量生产 生产出来的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想象 成一它的工艺 在我们整个服装产业里面 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成一工艺 应该说 它是我们时尚产业的基石 成一工艺 是我们时尚产业 非常宏味的 完美的一个时尚产业大厦中的 非常奠基石的这么一个角色 成一产业 它默默无闻 成一产业 它又充满智慧 虽然是动得出品的 参加了 增的时候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